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势如破竹 突破乌江防线 攻克白马山 濒临重庆城下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也慌了神 他先是准备专机从重庆飞往成都 然后下达了对重庆实施交土政策的命令 而执行这一命令的是国民党少将郑运侠 蒋介石之所以选择郑运侠和其出身有很大关系 郑运侠是黄埔军校毕业 抗战后成为中统高层 使国民党高级特务 为人心狠手辣 他曾一手制造了叫长口血案和苍白糖事件 尤其是叫长口血案 郑运侠率领特务干扰民主人士会议 老冤家郭默若看到后 指着郑运侠破口大马 郑运侠也不含糊 对其一顿暴打 还残害了不少国党人员 在重庆进行特务活动多年 郑运侠队与重庆重要建筑极为熟悉 他带领手下将水电厂 机厂 兵工厂用炸了炸毁 又将机要部门的文件全部复制一举 留给解放军一个破落的城市 郑所多行不易被自闭 由于把重庆机厂炸毁了 郑运侠想逃命 只能去成都坐飞机 但是他还没到成都 前方已经传来了成都解放的消息 郑运侠错过了最后一个亡命航班 面对如此绝境 郑运侠没有慌乱 毕竟是高级特务 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 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情况 觉得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了 一是去台湾 二是去海南岛 那暂时还未解放 三是去金三角 那有礼仪的国民党残部可以照应下 然而郑运侠正在大西南 距离台湾 海南岛时代太远 路上说不准出啥意外 一向谨慎的郑运侠最终选择了去金三角 一来距离近 二来他曾参加过远征军 对缅甸一代十分熟悉 打定主意后 郑运侠就来到交易市场 想对换点 原大头用作路费 然而交易还没完后 突然一批解放军冲了进来 郑运侠以为自己暴露了 就要拼此反抗 然而解放军并非为他而来 而是接到举报 市场有不法交易 这让郑运侠松了一口气 凭借着多年特务经验 郑运侠谎称是做买卖的 成功通过盘问 最终只被关了八天就释放 罪名是扰乱市场金融秩序 这件事也打乱了郑运侠的计划 他只好在重庆潜伏下来 靠着栽工厂打黑工度日 1950年 公安部接到起义人员举报 经过分析确定郑运侠还没离开大陆 很大可能就在重庆 这个情报上报中央后 周董礼特意指示道 对于这个高级特务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重庆方面接到命令后 也开始加大盘查力度 郑运侠仰听到风声 自然是赶紧跑路 再次踏上去金三角的路途 然而他人还没到云南 就见沿路绍港很多 对于行人盘问相当严格 金三角事巨步 了了 被迫无奈之下 郑运侠决定再次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这次他选择了偏远的农村 郑运侠选择潜伏的村庄 是一个地处川前交界处的小镇 名叫卓水 之所以选择此地 还是和郑运侠前几年的经历有关 那时他外出执行任务 在长江客船上度过了几天 和船上的一对夫妇聊了不少 郑运侠得知这对夫妇叫廖忠愈和江玉卿 两人在着水避难多年 如今日本投降了 正准备回山东老家呢 就这样 一字无意的交谈 却被郑运侠完美利用 他化名为刘正刚 来到着水小镇 向乡亲们打听道 我是来投心的 表姐是廖忠愈 姐夫是江玉卿 请问他们在哪住呀 镇上的人听说后 立刻回答道 哎呀 你来晚了 他俩早回山东老家了 郑运侠然后表现出沮丧之情 甚至流下了眼泪 哭着说道 表姐呀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身上一分钱没有 可咋办呀 这 各淳朴的小镇 由于地处交界处 所以都民族混居 一点不排外 镇上的居民 对于这个投心不成的刘玉刚 也是十分同情 都劝说道 虽然你表姐走了 但我们都是邻居 你就暂时在这住下吧 就这样郑运侠成功潜伏下来 当然有了去山东的路费 他也没有动身 而是凭借着镇上居民的证明 办了当地的户口 还被评为了贫农 彻底藏住此地了 到了1956年 郑运侠还娶了妻子 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可是时间久了 慢慢的邻居们觉得这个流域刚不一般 他说过自己没闪过学 不认识字 可是镇上组织学习 他却学得非常快 第一天算盘还不会打呢 到了第二天加减乘除 就整得一清二楚 而且这个流域刚和别人聊天时 经常不自觉地蹦出几个成语来 这在农村可是极为少见的 另外他住下来以后 再也没提过投奔表姐的事 这一切都显得比较异常 1957年 正逢全国开展塑返活动 镇上的居民就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公安部门 接到举报后 有关人员就开始了秘密调查 最终确定这个流域刚 就是潜伏多年的郑运侠 1958年5月20日清晨 公安人员将郑运侠逮捕 实的一提的是 逮捕过程中郑运侠肯配合 没有反抗 郑运侠也成为建国后 最后一位被捕的国民党将军 他深知这一天迟早回来 每天担心受怕的日子 实在太煎熬了 入狱之后 郑运侠表现也很不错 将一切都交代了 经过长时间改造 在1975年被特赦出狱 由于郑运侠是国民党少将 认对态度良好 出狱后作为特邀人士 被选举为政协委员 彻底和过去告别 开始了新生活 他还以自己亲身经历 为祝才写成书 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种种恶行 2009年7月 郑运侠走完了不平常的一生 中年102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